确实我们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是有很多游利条件 比如我们的市场规模巨大 不可替代性 我们的产业体系完备 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 我们的发展基础很厚实 特别重要的是 我们国家制度优势显著 讲到困难 实际上大家都有困难 我们今年中国的困难也会不少 但是静下心想一想 我们哪个时候 哪一年没有碰到困难 我们从来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当中 实现新的发展 创造新的奇迹的 像我们这一代人 小时候听的最多的故事是 大雨至水 愚公遗伤 惊畏填海 跨腹足热等等 都很励志 讲的都是 不怕困难 不畏艰险 勇于斗争 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人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 说压倒 从今年开年以后 两个来月 经济运行情况下 我们国家 中国的经济 出现了奇稳回升的态势 我看最近一些国际机构 也调高了对中国今年经济的预期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 叫做 长风破浪 未来可期 对此我充满信心